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当然最底层的就是我们政府强制每一辆车 每一辆摩托车都要保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当然除了这个以外 也有任意嫌 超额责任保险等等的 但是虽然是政府强制要投保的一个保险 然后它的基础也都是我们讲无过时责任 可是还是有一些被保险人行为 或是一些驾驶人的行为 不在我们这个强制保险的范围里边 已经冬天了 接下来尾牙 接下来的春节 我想因为天气冷 姜母鸭或是什么 聚餐越来越多 酒驾的状况也会越来越多 那酒驾当然我想是我们说 大家不能容忍的事情 可是一旦发生的时候 在我们强制车贤里边 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处理的状况 马上为您介绍今天邀请的两位来宾 两位都是产险工会 车险委员会的委员 第一位是华国道华委员 主持人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 晚安 第二位是许恒毅 许委员 主持人 大家观众 晚安 欢迎两位 我想我刚刚提到的 我们就先讲酒驾 就是说我们强制车险不赔 或是可能会有状况的那种车祸的事情 我们先谈酒驾这件事情 可不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说 在我们过去 因为强制车险已经办了20年 就我们过去的经验里边 酒驾占我们整个赔偿的比例 大概有多少呢 依目前我们所处理的这个赔案里面 大概整个有关于违反追偿的这个部分 总体来看的话 大概一年大概二至三千件 那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在酒驾跟 无照价值这两个区块 我想最主要这两个部分会占比较多数 那另外其实我会再提供 我们再一个跟酒驾行为最直接 就是遭到取缔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从内政部警政署的相关资料里面 可以统计到看到说 我们从103年统计 因为酒驾被取缔的件数 一年大概有10万件 您讲被取缔的时候 它并没有发生交通事故 被拦检到就对了 就是我酒驾行为被交通警察拦检测出来之后 违反了这个交通规则 那被取缔的这部分一年大概有 103年大概一年大概10万件 104年来到8万8万 一年就有10万多件 对那你到去年来看的话 来到大概8万件 所以从取缔的这个力道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说 好像从10万降到了8万 好像降了这样的一个 下降 20%左右这样的一个改善的一个力道 但反过来看 我们又看了一下它的资料里面 一个蛮好玩的一个资料统计里面 它在5年之内 被取缔到两次的这样的一个件数 又从1万件103年1万件 来到106年的1万6千件 那这样是代表什么意思 这样代表说 这个族群里面的喝酒 驾车这样开车习惯的人 他会不会因为说遭取缔了 然后就改变了我的行为 从这里面看起来好像并没有 反而他被取缔完之后 还这样的一个状况还变更增加了 所以为什么说在目前的情况之下 包括社会议论 包括我们一些普罗大众 对酒驾的这个部分 常常会应该讲说凌农的 尤其现在社会的氛围 对酒驾这样的行为 其实说实在的 应该要更严厉的来看待这样的事情 尤其这些累贩的 这些喜欢贪杯的这些 应该说驾驶人 其实要特别去留这种现象 贪杯是一回事 但是就是喝了以后不要开车 所以您刚提到的那个现象是说 有可能是就是经常都是这样的人在酒驾吗 如果以这个状况来看的话 五年两次这样的机率来看来 其实变成这样的族群在增加 就是说这样习惯喝酒开车的人 累饭并没有因为法令的改变 或是划则的增加了 那改变他的行为 以这些统计数字看起来并没有 所以这个也不是指的我们要去留意 包括法令的修正 或是法则的提升 针对这些有经常性去云酒驾车的行为人 那到底他对于这样的行为的改变 有没有办法依照依这些去改变 其实是指的我们去深思 不减防真的现象 可能会特别去注意这样的族群 是 徐委员 过去您在处理的这个经验里边 像酒驾大部分是跟 我刚刚提到说冬天 我想到冬天天冷 可能有没有喝酒 跟季节有没有关系 还有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什么样职业的人 或是什么样年纪的人 甚至男女的性别 有没有什么特异性 那个主持人 跟我们过去的经验 酒驾的部分的一些族群 当然跟职业在数字上 或是性别没有很特别的去区分 那只是会习惯酒驾人 是她的个人的习惯问题 他们就是有这个必要 去喝酒贪杯之外 都会心存侥幸 那我说我今天应该不会被抓到 可是事实上不是如此 他还是会在警方这么严格的取缔之下 他还是再犯一次再被抓到 那当然是跟季节有没有关系 也一定有关系 对 只是喝多喝少 那个酒精的程度影响多少而已 所以是冬天比较容易 对 有这样的情况 是吗 对 尤其是到年底 年底 年中 尾牙 春酒 这个 要那个饮酒的场合的时候 会多的时候 那酒家的 次数 状况就比较多 状况就会跟着多 那我想应该男的比例比较高吧 那职业上面也有没有什么特殊性 以职业上来看的话 其实就刚才提到 我们委员提到的 其实就是个人的一个习惯问题 那如果说以这个 我觉得要用职业去 职业别去断定说 哪个行业喜欢喝 我简单一解 或许有些认为说 我们在从事一些比较蓝领的 或其他比较物流的一些 其实开车的风险 或者其实他们有些 像我们所合作一些 或是我们知道一些客户群 他们对物流业的这些驾驶 以驾驶为业这些 其实他们一些驾驶之前的检测 跟他们行为要求 其实更严谨 所以跟我们就觉得说 这个都是其实是在行业别 或者是说我们更强调是说 除了一些 比如逢年过节 或者像接下来尾牙季 接下来的春酒 这种季节性影响的 会相对比较高一点 或者是另外一些 应该讲是说 脑力思考这些族群里面 他认为说压力的这个绩效达成 达不到 喝一下 达到开心 也要清楚一下 这种行为模式 其实各行各业可能都会存在 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想这个 我觉得 17年我们到餐厅去看 其实各行各业其实都是在那个地方 去大家去聚会喝酒 我想这个大概 我觉得跟这个所谓的行业别 有没有那么正相关 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家是还可以去探讨的地方 对 就像你刚讲 我可能印象中 或是我认为 可能你刚提到的那些行业 它可能比例比较高 可是也未必 你刚提到的是说 因为他们要常常开车 所以他们对这方面的要求 反而是严格的 倒是一般的人 可能他会觉得说 好像侥幸或是什么 所以未必跟职业或是年纪有什么相关 那刚刚我们也提到说 您刚刚说从10万降到8万 这跟我们前几年的法令的修改 有没有关系呢 以我们所了解 其实针对法令修改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想了解到说 我们法令为什么要修改 它的源头 源起是什么 我想各位观众朋友说 记忆 我应该讲是说 我们在102年发生叶少爷事件 那造成舆论变哗然 因为它造成的伤害 然后它久后的这些相关的 这些社会舆论的一个回馈 造成舆论上 所以我们在103年 我们在102年的 它是101年发生 102年开始 我们的这个交通法规 114条要修订了 我们原本的九册只是0.25 然后0.55以上才是犯罪行为 所以在102年的6月份 就把它修订降了 变成0.15到0.25 超过0.25就是所谓的这个不能驾车 交通法规110条修订之后 你超过0.15上就不得驾车 那刑法185之3也在同年修订为 超过的话就随犯定 0.55将到0.25属于 超过的话就属于所谓的犯罪行为了 因为这样的改变之后 我想还有政府各个宣导强力的去取缔 我想针对这个这样取缔的建设 我觉得这个某种程度是都达到这样的一个 从数字统计上来看的话 其实某种程度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成效出来 对 不过那个酒驾造成的事故 还是实有所闻 像我们这个月月初其实也发生这样的一个个案 那我们法令虽然屈原了 那这一部分它可能面临的 譬如说如果是被取缔或是我们今天造势了 那在保险的部分 它的理赔又是怎么样呢 休息一下我们再回来请教两位委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喝酒不开车 我想应该是大家应该有的一个观念 不要心存侥幸 因为不一定会发生事故 但是也有可能被拦检到 那如果今天没有发生事故被拦检到 或是发生事故了 在保险的理赔上边 可能有什么样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呢 有关这个酒驾的部分 其实在汽车保险里面来讲 有两个主要的一个选种 一个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一个是任意的 那就是商业保单 那很多消费者或是很多被保险的人 其实对于所谓酒驾的这个定义 或者它的素质 常常两个选种 或是整个这个混淆的概念 所以我今天大概准备了一个这样的资料 提供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以我们最主要的汽车保险 一个强制汽车跟任意汽车保险里面 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分几个部分 第一个强制汽车的部分 那强制汽车来看的话 它有分受害人跟加害人 所谓的受害人很简单 你只要交通事故里面受伤 或是死亡之人就是受害人 你就有权利可以得到 强制汽车保险的给付的一个保障 那另外针对于我们所谓的酒测值 呼气的酒精浓度里面 有三个素质 可能大家也要做一个提清 第一个是0.15以下 第一个是0.15到0.25 第三个是0.25以上 好 那我们先来谈谈0.15好了 好 0.15以下有人说 我就喝一杯脸就红了 像我只要我喝一小口脸会是很红 但会不会超过0.15 应该是不会 只有一小杯的情况下应该是不会 你那一小杯要看是什么 高粱一定超过 如果是啤酒 假设啤酒的话 一小杯的话 我想这个大概在 假设它0.15以下的话 其实所有的保险 基本上这部分都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0.15的酒测值 对于人体的一些危险的行为表现 其实差异不大 只是开始要影响 影响不大 所以行为的风险的部分 是跟一般正常是没有太大差异 所以在0.15以下 所有的保险基本上都是在现有的条款 该有的条款保障以内 那假设超过了0.15到0.25之间 那刚才就提到 以大陆交通规则114条规定 超过0.15就不得驾车了 因为什么 因为它的风险就会增加了 增加了2到3倍 你行为的反应这些的风景就增加了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 基本上它是以强势你来看 如果是受害的人 那这个差可以得到保障的 我打个差 你这里的那个是指受害人喝酒吗 对 受害人喝酒 因为我刚才提到 强制性战略保险 它保障的是交通事故的受害人 那受害人来讲 基本上你只要符合两个条件 你只要不是这两个条件 比如说犯罪跟这个故意行为 基本上你只要交通事故 造成的伤害都可以得到保障 好 现在有个问题是超过0.25以上 那可能这个就要看它的一个 是不是犯罪行为的部分 我想这个可以在 因为这个牵者的层面比较广 问题或什么可以再去理解 另外在加害人部分 就是撞到人家这个人喝酒了 那在0.15以下刚才提到 它理赔上是没有问题的 那超过0.15到0.25以上 基本上保险公司 就是保险人会代替 这个加害人的服务 先给付给对方 赔完之后再跟他办追偿 为什么 因为要回归强制性战略保险 立法的精神 就要快速的补偿 交通事故的受害人 我想这个要 如果你再去追偿 或是在其他的去谈责任 这个其实后面对于受害人 要快速得到保障 其实这块可能就做不到 会违反立法议制 所以有这样的设计 那另外我们再看一下 所谓的商业保单 商业保单包括我们任意地上 责任保险 以及我们的车体保险 所谓事件上讲假衣柄 我想这一概把它带过来 很简单的讲 只要在0.15以下 刚才提到这个保单都没有问题 但是超过0.15到0.25的时候 理论上它都属于不保释项了 就是保单条款会被除外不保释项 那反过来看 跟强制性战刚才提到的 要赔啊 那为什么他这边就不 不是赔的在追吗 不是因为他是商业保单 他并不是所谓的 这个我们要所政策保险 要保障这个受害人 因为这商业保单 可以依照个人风险的一个规划 去做规划 那另外底下一个酒藏附加条款 那很多消费者认为说 我有保酒藏钱啊 为什么有些情况下 他还是要被追藏 这个里面又牵扯到说 你的酒册值在多少 我今天如果在0.15到0.25 是一般我只有保第三个人的保险 其实基本上他是除外不保 但是我应该我可以加费 去保到0.25这样的酒册值 那超过之后呢 我们刚才提到刑法185之3 已经修订过了 所以超过0.25以上 他是犯罪行为 那依照保险的严有原则 犯罪行为是不能保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这个就是会赔完之后 我们会去代位去追回 那为什么要这样麻烦呢 因为在还没有判决确定之前 其实我们也不能推定 他是犯罪行为 这在任意商业保单里面 是这样的定义的 犯罪行为是要有法院 最终判决确定之后 那我们确定了 他是超过0.25 又被法院判定为犯罪行为之后 那保险公司就会代位去 像这个被保险人 他追偿代位追偿对象 是跟被保险人 去要回这个给付的这个部分 那另外在车体验部分 其实这个因为没有签证到 第三人这个责任的部分 第三人的部分 所以这个区块来看的话 他只要超过0.25 基本上这条款就是不保事项的 是 委员你先可以不要动吗 这个字卡 那我们请导播帮我们 Cue一下这个字卡 我刚刚提到的 你刚刚提到的那里边 有一个强制验 受害人那个犯罪行为不给付 那下面这里有一个 给付后请求返还 这两个是不一样 就是如果是在强制验的话 他就确定那部分是不赔的 但是如果我附加了一个 酒厂附加条款的话 他还是可以先帮我给付 然后再看我判决的结果 是这样吗 是 因为在我们强保法里面 强制验保险里面来讲 他的犯罪行为 其实他的定义 法院的判例是 所谓的抽象 这个抽象 这个危险 这个定例 他不以犯罪事实 是否危险为要件 所以你只要被判定是 这个有酒驾的 这个超过0.25的这个 应该说酒厕超过0.25上 他就会被判定在这个所谓的这个部分 但在任意显保单条款里面 在酒厂附加条款里面 就有写到说 要经法院判决确定以后 我们才能够去办理这个追偿的部分 因为这一个是商业保单 一个是所谓的这个政策性保险 这个我想这个两个的一个 保单条款的设计跟立法 这个法律其实不同的 好 谢谢 这个有点复杂了 不过还好 我们每一次这个节目 我们还是都会整理在我们杂志里边 我们12号杂志里边 那如果观众朋友有兴趣 还是可以去参考来看 不过您刚提到的0.15 不管他是多少 我想我们应该都是只要有喝酒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说 我喝这么一小杯 不管他的内容是什么 是不是有超过0.15 那甚至超过多少 对每一个人的影响 也应该不大一样吧 这个虚伟委员那边有没有经验说 事实上应该是怎样的一个酒量 它就可能会影响一般的驾驶的行为 那个我们根据警察大学的一个统计 对 如果是那个酒测值 超过0.15到0.25之间 它的表现影响 如果是超过0.15以下 那大概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 不会影响 不会影响 因为老实讲0.15这个值还蛮低的 一般的话有可能一杯啤酒 都还不会超过 那如果超过0.25的话 它的驾驶能力 对那个复杂度的技巧 它就会有点障碍 对 如果超过0.4的话 它的讲话还有感觉 就会出现一些不一样的表现 对 所以说在针对这部分 在我们那个道路处罚条例 也会根据你的酒测值的高跟低 它的罚则也会有不一样 大概就是从0.5以上 它就会这个罚金 就跟超过0.15会有不一样的罚款 所以当初的那个法令 可能也根据这种 大概酒精量多少 会造成问题的影响来制定的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不管是被取缔了 或是今天我发生事故了 我们都很明显看到 刚刚两位委员的一个解说里边 在给付上虽然赔了受害人 但是加害人要被追偿 或是根本不在保险的范围里边 但是除了给付有影响以外 在隔年在加保续保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还是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我们一起来了解 万一酒驾了 不管我是加害人 或是我是受害人 在我们强制车险的给付上边 或是未来在参加这个保险 虽然是政府强制的保险 那可能在保费上边 会不会有哪一些影响 刚刚委员提到的是 在给付的面上边 那隔年续保的时候 会受处罚吗 这个一定的 在我们现在酒肠险的 强制险的部分 如果你今天酒驾又被取缔的时候 你明天要加费一次3,600 而且是累罚 没有上限 你接抓到一次 你强制车险就要加3,600块 如果犯两次就是7,200 就一直往上累加 而且是往前推一年 所以他加的是那一部车 那个驾驶人 是那个驾驶人 对 因为我们现在强制减是 罚费计算是从车跟从人 对 那你今天算 你今天你换车 可是你的驾驶行为 还是有罚单的话 就算你买新车 你还是跟着要被交费 所以如果是酒驾的那种 他没有车 其实就没有这个问题 或是说这样讲好了 我的车是我儿子开 儿子酒驾了 那我这部车 我明年会加费吗 会被加费吗 会 那我儿子如果他自己又买车 他也会 所以是两边 车跟人都会受影响就对了 对 保险是 我们现在加费是从车跟从人 从车跟从人 所以我要借我车的人 我要小心 另外一个说 那当事人当然一定是要受处罚 所以我们是相对的是说 酒驾造成他的理赔有问题 相对他隔年在投保续保的时候 保费上面有问题 不过我们刚刚提到的 Focus比较多的都是 是在加害人身上 那如果我们回到是受害人 刚刚我们提到说受害人自己酒驾 到犯罪行为我们不给付 那有没有例外的情况 或是除了酒驾以外 有没有什么情况是 我是车祸受害人 但是强制车险是不给付的 不赔的 好 这边大概再补充说明一下 其实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立法一直就是要保障交通事故的受害人 那什么叫受害人 就是我只要交通事故里面受伤 或是死亡之人 就是所谓的受害人 所以很单纯 我只要发生交通事故受伤了 我就是受害人 那依照强保法29条规定 受害人只有两种情况 才没办法得到保障 第一个叫做故意行为 第一个叫犯罪行为 那故意行为就是 我明知道它会发生 我让它发生 比如说我看到车来 我就冲出去给它撞 那我就受伤了 那如果能够举证的出来 当然这就是所谓的故意行为 这很难吧 除非说他是要自杀了 对不对 对 我们也有一些案例里面 像包括现在行车记录器都很发达 我记得前几年网路上 有流行一个影片 就是在所谓的故意一个小伙子 他就看车来就跑过去 一台车撞上去之后 他就慢动作的 导到引擎盖上面 再慢动的滚下去 他要敲诈那个驾驶人 对对对对 这就是所谓的故意行为 你明知道会发生 又让它发生 这个故意 那实际上 如果我们能够举证出来的话 一般大概我们碰到的 都是所谓的自杀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 当然这个真的 我们也不鼓励这样的行为 因为本身这个确实 生命非常可贵 任何问题都可以被解决的 好 那再回过头来 另外就是所谓犯罪行为 那犯罪行为 我们谈最多的 就是所谓的酒驾 那其实酒驾之外 还有比如说我在偷窃 我在偷一台车 偷了之后 我正在进行中 那被警察或是被发现了 我就逃跑 逃跑之后 撞了 所造成的这个 其实也是属于犯罪行为一部分 那这个比较明确了 另外就是刚才提到 酒驾的这个犯罪行为的部分 可能一般 一般应该说普罗大众会比较有疑虑是说 那犯罪行为是保安公司说了算吗 还是要经过法院去判采照犯罪行为 那我们刚才提到 一开始叫说刑法185-3修订完之后 你只要超过0.2 我不能安全驾驶 这个动力机械的话 这个就构成了 刑法上所会犯罪行为 这样的一个责任在 那你有这样来讲的话 就会影响到你强制险在受害人这一块的给付 那我简单点讲 今天假设 今天假设我喝酒了 然后去撞到 去撞到前面停红绿灯的车 我撞到了 从后面直接撞上去 那我不幸往生了 责任在谁 在我嘛 百分之一百 前面的车辆并有任何交通 那个所谓造势责任的因素情况之下 那你这个来讲 你又本身又超过了0.25 这是所谓的犯罪行为 这样的情况之下 在强制汽车保险里面是没办法得到保障 那有一消息的认为说 不对啊 他不是交通事故受伤了吗 也死亡了吗 或者更严重一点死亡 那不是受害人可以得到保障吗 那很抱歉 就是违反28条规定所说犯罪行为 因为他超过了这个0.25 那有一种另外一种情况 是我可能是喝醉了 但是我要执行 但是被个转弯的车辆撞到了 那整个如果责任出来是我超速 因为我入口未减速 那对方是转弯未让执行 造成的 那本身互有责任的情况之下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因为毕竟强制汽车保险 它的前提 它的概念还是一个责任的概念 对于加害人 对于受害人 是不是有赔偿的利物跟责任 那因为强制汽车保险 还是要保障相关的这些 它也要保障受害人 所以为了要避免说加害人的双重负担 所以在有责任情况下 他还是可以去给付 因为这个交通事故 刚才提到酒驾 然后受伤的这个受害人 所以这个两个在对受害人 是否酒驾超过 酒车子是否超过0.25里面 其他里面又牵扯到造势责任比例 在里面再做考量 因为毕竟还是要考量到所谓加害人 对受害人的责任 如果我们不给付给他 他这边就要完全来给付的情况下 那他变成要加重了 加害人对于受害人赔偿上的一个负担 我想这个就是在整个强制汽车保险 在整个设计或立法过程当中 其他每个细节每个环节 其实都想的相对的 比我们一些商业保单 或者是其他的法令 其实相对的更绵密 不过经过委员这样说明 就又把那个加害人发生交通事故 不赔的状况又缩小了 就是说非常明显的 举证他是故意行为 然后另外一个犯罪行为 那如果是因为酒驾的犯罪行为 要是他百分之百的责任情况之下 才不给付 那如果对方 譬如说也只有百分之十 那受害人还是一样可以得到给付 就只有在百分之百的情况下 情况下才不给付就对了 那徐委员您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像我们刚提到的犯罪 或是故意行为 有什么还有什么特殊的案例呢 刚刚我们在节目中有提到一个 加害人跟受害人 其实在强势前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部分 还有一个请求权人 请求权人 这个就是比较特殊的案例 就比如说你今天 加害人跟请求权人是同神的时候的部分 加害人是等于请求权人的时候的部分 这个就是案例上比较遇到 我举如说好了 今天爸爸在儿子 可是爸爸喝酒 就发生交通事故 结果儿子往生 那请问爸爸这部分 他又加害人 他又是请求权人 那这个时候 那个强势前怎么去理赔 是 对 那如果是今天 那个加害人爸爸的部分 他是超过0.25 他是犯罪行为的话 如果这个死者 那个儿子 他的那个请求权人 只有父母的话 那爸爸的部分 他就要被扣除掉 只能妈妈领 领100万 那爸爸的部分 100万就会被扣除 这个是有这样的 除了加害人以外 加害人跟请求权人是同能的时候 强制权有这样的区隔 这个还蛮特殊的 是 委员 所以回过头来看还是 虽然大家认为说 可能想象中强势的这个 应该都可以得到保障 但是相对很多 这个部分还是要留意 包括我们刚才提到酒驾 现在对酒驾这个议题 或是无灶的其实 这都是我们社会上一直在关心的 对于我们交通事故的伤害 最大的一个应该说 违反的这个意识里面 这个要特别去留意 喝酒就不要去开车了 就确实在呼吁 尤其未来这个尾牙季快到了 真的喝酒就不要开车 那有人因应的就是保一个 刚刚提到的酒藏的附加条款以外 那在食物上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说 我今天喝酒了 那解决我的车子的问题 这个部分有没有 食物上现在怎么样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我在这边再补充保险并不是万人 那当然不是说我今天我要一个行为 可以透过保险规划的风险 其实保险是协助在填补一些损失 毕竟用保险这样的原理原则 还是有它的极限的地方 我今天有喝酒或酗酒习惯的人 我不可能因为我买保障的一个完整的保险 可以规避到我这个风险 其实还是有它的极限在 我刚刚提到很多的案例是没办法cover到的 这是部分 另外其实这样应该说 现在各行各业的服务业 其实都有相对的这个部分 包括有些应该说 会员公司也有提到一些 额外的一些服务 比如说酒后付价 酒后代价 或者是说其实现在我们APP也很方便 很多这个应该讲说 运输公司提供酒后代价 或是付送这样的服务 我希望说如果真的有要去参加宴会 有去小酌的这个场合的话 其实应该事先规划一下 或者我们有同事就会说 我们今天要聚餐了 提醒大家不要开车来 就要开车 那个人不要喝 或者是说三四个人 大家臭围一下 那其中一个就不要喝 那可以附送大家安全回家 其实很多的方式 在大家要去欢乐 抒压之前 其实应该把这个所谓的退场机制 顺便考量进来的话 其实这样来讲 大家考量可以更尽兴 现在代价情况普遍吗 找代价的 现在蛮多计刃车队都有提供代价的服务 是还蛮方便的 那就可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花一点钱大家就安心了 当然除了酒驾以外 强制车险对于加害人 还有哪一些行为是不在保障范围的呢 还是先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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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来 如果因为酒驾开车 或是今天我是喝了酒 然后虽然没有撞了人 可能我的车子明年在保的时候 一样被加费 那除了酒驾以外 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犯罪行为以外 还有哪一些行为是强制车险不保障的呢 那个主持人 好 在强制汽车保险那个29条 上面有五项的五大天条 五大天条 是最长四项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那个酒驾 第二个就是吸毒 再吸毒 第三是故意行为 第四犯罪行为 第五是五兆 五兆 那在我们食物上 就是酒驾跟五兆是最多的 好 对 那在那个吸毒的部分 因为举证上会要 怎么讲 应该是说 我们在查证上会有比较困难 困难 因为它的要验尿 那些行事的一些东西 有时候不睁开 我们有时候查证上有举证的困难 除非在这个警方的记录很明显的 就记载它有那个吸毒行为 不然的话会比较困难 再就是故意 这故意的部分 在食物上我们有遇过相关的这样的案例 所谓就是 我们曾经在99年的时候 有个在新竹 有个应该讲说前男友 去等限量的男友 看他从KDP出来 就开车就故意去装 那这个东西我们但是赔偿后 去向他遮害的人去追偿 是这样子 对 犯罪行为 大家大概是比较常发现的就是 在追捕中 小偷或是今天抢劫 在追捕中去撞伤的其他人 那我们陪了被他撞伤的人之后 就想跟他追偿 那无照是最普遍的 尤其是在很多现在超过70岁的 那要再去验 要加个体检才能再发照 那部分有些年纪大的 他就没有再去验 所以他上次有无照情况去发生 所以无照未必是年轻人 就是超过70岁的人 他可能就没有再去 没有再验就等于他也就是无照 也就是说他是不合格的驾驶就对了 对 他现在没有去验过的时候 他是算一个没有驾驶资格的状态 所以那个人开的车造成的事故 他就会被追偿 对 黄委员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 譬如说车是我的 假设我是父亲 超过70岁他没有取得这个 那父亲开车撞了人 我这部车的强制车险就不会启动就对了 或是说赔了受害人 但是就没有保障 还是会要我负责就对了 理论上还是回归到 我们立法 刚才提到28条 我只要受害人 我不是故意 我不是犯罪 我都可以得到强势你的保障 其实这个就是以这个主轴去看的话 我如果今天一受伤的人去看待的话 我不是故意 我不是犯罪 强势也一定可以保障他 前提当然前提要交通事故 那接下来看说我加害人的行为 有没有违反刚才提到这五大天条 如果有的话 那保险公司识别人之后 就会跟他做代位的动作 我想这个基本上 即将做判断就很容易 用受害人跟家人两个角度来看 我想我们大家都了解说 我们强势车前是采用无过时责任 那你要不要来说明一下 我们当初立法的意思是什么 那这无过时责任 在我们整个案例里面的运作 又是怎么样 好其实要回归立法 这个强法法第一条 他迅速让受害人 叫交通事故事故事迅速获得基本的保障 那如果说我们的前提是要迅速的话 我们去采责任过时比例 就会跟现行的商业保单条款一样 你要先确定责任 以我目前很多责任确定上来看的话 旷日费时 如果旷日费时如何能达到快速 让受害人得到基本保障 又跟立法意识就有抵触了 所以在第七条里面就提到吴过斯 第一条写吴过斯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保障 我想这是第一个立法意识 第二个就是要很多的状况之下 我们要如何让这些受害人得到应有的 比如说还有一个所谓的我们提到的 如果我今天被没有保险的撞到怎么办 那不是要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吗 那我是交通事故受害人 可是对方没有保险 那我怎么可得到保障 所以强制保险里面又加了一个 又多了一个所谓的特别补偿金出来 这也是整个我们常在提到说 这也是这部强保法里面非常应该说 考量非常完善的地方 他把这一块再补起来了 所以回过头来看的话 你只要是交通事故的受害人 你只要是不是犯罪行为 你只要不是故意行为 你就不用担心 基本上交通事故造成的这些强制欺人的保险 都可以依照他应有的给付得到这样的保障 我想这是大概以立法强制险的一个 大概这样的一个精神来看待的话 所以以这样来看 对受害人来看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保障 所以他是用无过失才能够快速 而且又订额 计付标准都订得很清楚 你只要符合基本上都可以得到这样的保障 就很明确假设是对方有保险 那就强制者险赔 对方没保险 除了是无过失之外 其实强制险在立法 他就是受害人他有个直接请求权 直接请求权的部分 就是说跟商业保险不一样 那我们在保险法94条的后段 他那个受害人直接请求权 一定要经过那个法律的 那个判决金额的确定 责任跟金额的确定 才能得到像保险公司 进行直接请求权 那强制险不需要 他今天只要是车祸事故的受害人 他直接就可以向保险公司 直接请求 不需要经过被保险人同意 这也是在强制险的立法上 一个非常保障受害人的立法精神 是 这假设我们两车对撞 但是我不知道你的保险公司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虽然我有直接请求权 我直接请求权 应该是找你的保险公司 那如果我不知道 也查不到你的保险公司 有没有什么样解决之道呢 其实都查得到 都查得到 对 或是我可以找我的保险公司 因为目前我们所有的陈保车辆 大家都会有登记 都会有集中到所谓的 我们有个机构叫光帽 那边就可以查到你的陈保记录 那一般的话 只有车牌号码都会查到 你的陈保公司是哪一家 或者是问 警察单位也可以协助 所以我只要有他的车号 其实就不难 那怕的就是说他跑掉了 他刚刚跟我撞 然后他肇事讨意了 那这一部分又该怎么样来解决 休息一下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 如果我今天无照驾驶 我撞了人 强制车险还是帮我理赔 但是他会回来找驾驶人 甚至那个车主带位求偿 可是问题是如果我今天是受害人 但是撞我车的人 他是不见了 肇事逃逸的 刚刚我们提到说我们两个相撞 我虽然有直接请求权 可是我可以去查到你的保险公司 但是问题是如果现在对方我都找不到了 这部分在里面上面又该怎么办呢 如果是对方肇事者逃逸的话 那我们一样在强制车有特别补偿基金 可以代为补偿 主要你证明是不是交通事故 如果你提供相关的证据的话 那特别补偿基金 一样可以保障你的这些的医疗行为 所以我要去找特别补偿基金 而特别补偿基金 它并不是一个到处都设有单位的机构 那在对民众来讲 它是直接去找保险公司协助吗 对 那个特别补偿基金本身 它是都委托所有的保险公司去代办 那保险公司会根据受害人一些资料 它会收集完之后再跟特补 我们会赔完之后给受害人再请求特补规定 是 现在如果今天是一个行人 他并没有车 他今天是被车撞 然后对方就肇事逃逸了 他就是直接去找任何一家保险公司 协助就对了 因为他是一个个人 对 以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案例的话 其实站在消费者立场 他是交通事故的受害人 刚才提到这样来讲可以得到保障 那因为他不知道是谁 也不知道对方投保 根本就不知道车量 所以更不知道哪一家保险公司 那这个时候 这个属于特补要补偿的对象 那因为特别补偿基金 他并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应该说对外承接这案件 他都委托跟各保险公司 有经营强制期的责任保险的公司 有签订这个合约 那我们就透过我们这边来受理 所以反过来看 以这个案例来看 这个行人只要他认为哪个地方 哪一个保险公司 哪个不方便 他就可以跟他提出出面申请 提出申请完之后 那他就可以得到特补这面补偿 那补偿基金补偿完之后 他也会再去确认 那如果未来透过这些警证资料 可以确认到这个车辆的一个 应该说造势车辆了 那他就会寻求去 会寻这个代位去追偿这些 所挤付出去的这个补偿金 所以民众就是自己去找保险公司 产险公司的一个窗口 那产险公司他都一定会受理 当然这个在我们跟他签订合约 这个合作备忘录里面 其实都有提到 而且我们也相互整个在运作管理机制里面 包括强制点差异化管理里面 其实对这个都有在做减合的一个数值 避免说消费者或受害人真的到保险公司之后 被这个推来推去的 我想这个受害人来讲是不公平的 所以相关的法令 包括管理其实都有考虑到这些相关的因素 那反过来看 其实以现在业者应该也不会这样 因为毕竟你只要进来的话 都是公司的客户 那有这部分来讲 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协助受害人 刚刚提到说他必须要是车祸 那有的人可能他并不是车祸 他可能觉得好像他是被车撞了 所以保险公司在受理的时候 是不是在这部分 过去有没有那种案例 就是说到底你是不是车祸 怎么样去证明 那举证责任是在受害人身上吗 这个部分来讲 其实实际上还是会有这样的案例 那依照强制责任保险的一个相关规定里面 尤其申请的必备文件里面 要有个警方的文件资料证明 那这部分来讲我们都会尽量 我们都会尽量协助受害人 去跟警方警察单位去做一个确认 那如果警察单位能够把这文件资料开得出来 当然站在我们立场 我们就会协助 就能够确定 确定他是所谓的交通事故 如果他警政单位 然后开不出来了 当然我这个部分 当然我们就没办法符合强制贤的 必备请求文件资料一部分的话 我们就没办法去做 应该说连启动这样的案例 可能都是有问题的 我想这是文件取得上面的一个问题 过去我们服务中心也处理过这样个案 他被撞了 他人就昏倒了 他是昏倒很久才被发现的 但是他没有办法去证明 他是被什么车撞 然后他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资料 可能在请求上面就会有一些困难 如果像主持人看这种现象的话 当然我们通常都也会尽最大努力协助 以目前我们的社会氛围里面 其实很多入口监视器 或是店家的监视器 或是其他相关的 只要我们都会尽量去协助受害人 去取得这些影像资料的话 其实你到警政单位去 去跟他做报案的话 其实基本上这个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另外还可以提供所谓的当下救护车的救护资料 也可以知道说他是在马路上或是哪个路口发生这个事故 从这个影像资料里面其实可以去还原 或是去应该说更能够去找到一些有利他的资料 让警方能够确认他是被造势逃逸 因为交通事故造成的这样的一个事故 我们最主要是我们也是会协助这样的一个收害人 去取得这样的文件资料 许委员 有什么补充 对 就算在实务上对于兆逃的部分 特别补障金对这警方的一些相关文件 他会比较重视 他会比较重视 要我们去收集比较完整的资料 因为毕竟他要厘清到底是交通事故还是自甩 对 这部分他会做相当的程度的去厘清 除了警方一些资料 他可能还要警方去解决他车祸的救护经过 对 我记得前一阵子就有一个个案 本来以为他是自甩 后来他父亲解剖 解剖医生证明他是被车撵过去的 在发生在台中的一个个案 那个女生也是从事保险业 保险业务员那样的个案 后来可能后续我是不了解 就是那附近有一个沙石场 大概就想是说是遭沙石场 但是医学证明非常清楚他是被碾过的 如果他是自甩 他是开车他不是骑车 他是开车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差别就很大了 过去还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案例 特殊的案例 我们当然是事后再去推敲说他可能是什么样的状况 对不对 我们在台中发生过一个刚才提到 当然这个也是后来是透过 这个应该说检调单位的一个资料 我们去做一个调查 因为他在台中应该讲像台湾大道的内侧行驶 然后他的计程车司机 然后在清晨大概5点多 15点灯光尾案情况之下 然后突然间从安全岛快速大路 他是内侧快速大路 然后从那个安全岛上面突然一个人就跳出来 那就不幸的就发生了 那家属就一直来当要求这边来做给付 还有这个要求他赔偿 这个案子闹得蛮大的 后来去诉讼 也因为诉讼之后 各方的这个检察官调业的相关的文件 这个监视器或是行车记录器 或是相关路过那些车辆 因为毕竟清晨 但在相关情况下去确定判定 其实他是之前就已经有这个受伤了 然后又想去自杀这样的一个行为 所以这个案件就判成自杀行为